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武漢新州區的陽羅街道 因為電廠復工和急貓市場交叉感染 2月29號確診了20個病例 約200人被隔離 當地的管控措施繼續升級 湖北黃梅縣黃梅鎮象窯村的村幹部 強逼村民喝下用於環境消毒的藥物 造成22人中毒住院 網友爆料說 村幹部將消毒藥發給村民 並要求村民當面喝下 過程中還要拍照 留痕跡記錄 2月29號 大紀元新聞網 披露一份遼寧省朝陽市的官方文件 內容顯示 遼寧官方要求朝陽市 衛健委相關人員簽訂保密承諾書 並銷毀新冠肺炎疫情數據 武漢市民被強制隔離在家中不讓出門 食品 蔬菜由社區統一購買配送 3月1號 一名武漢人發視頻說 他剛剛自己到大市場去買菜 發現質量最好的青椒只要3塊5一斤 蓮藕3塊一斤 黃瓜2塊一斤 白菜等更是只要1塊多一斤 他因此大罵那些要求強行配送 搞什麼A套餐 B套餐 高價賣爛菜的社區黑良心發國難財